台湾女网好手谢淑薇 夺下温布顿网球赛女子双打冠军 这不只是她个人生涯首座大满贯金杯 也是台湾有史以来的第一座 不过在光荣背后 谢淑薇跟其他多数台湾体育选手一样 都面对经费缺乏的窘境 甚至曾经在出国比赛的时候 跟教练父亲为了省钱就夜宿洗衣间 就算职业比赛获得了奖金 还得要供给同样是网球选手的弟弟妹妹 作为四处比赛的经费 她的辛苦压力可想而知 如今她的好实力被世界看见了 却立刻传出中国企业要以巨额赞助 争取她转籍投靠对岸 现实压力和国家情操之间的拉扯 现在成了谢家人最大的无奈 台湾到底该如何网助 这位土生土长的世界顶尖好手呢 谢谢 从这一刻起 谢淑威三个字 在台湾的网球史上将不会被遗忘 我们是倫健的赛실 恭喜 只有網球四大滿貫賽之一的 溫布頓 堪稱歷史最悠久 也最具聲望的公開賽 在古老的中央球場裡 接下冠軍獎盃 更是所有網球選手的夢想 謝淑薇先是闖進八強 打破了過去台灣選手 在溫網的最好成績 接下來的每一場都是紀錄 依照溫網傳統 雙打近四強的選手 可以取得溫網終身會員資格 在謝淑薇之前 台灣只有胡彥勳擁有這張通行證 決賽中遇到的澳洲搭檔 才在前一場博明喊網球賽奪冠 氣勢如紅 對決這樣的強力組合 最終能夠直落二拿下大滿貫 並非謝淑薇事先設定的目標 所以沒有把目標設定到太遠 就是一場一場打 因為我們也有單打 然後我自己還有打混雙嘛 所以我是想說 看就是把 把希望放在不同的籃子裡面 沒有都放在同一個這樣子 那當然很開心說 最後我們可以 打的就是 後面就是越打越好 然後打下這個冠軍 謝淑薇的冠軍搭檔 是從青少年時期就一起打球的 中國女將彭帥 賽後記者會上 有日本記者問謝淑薇 奪冠對自己的國家有何意義 問題遭到彭帥打斷 當場表明無法接受 台灣是個國家的說法 即便事後謝淑薇強調 運動歸運動 政治歸政治 但這個冠軍 卻牽扯出中國七海酒場 願意每年贊助一千萬人民幣 近台幣五千萬元要謝淑薇轉集 中國打球的話題 不要贊助 不轉集 我覺得這樣是第一 你怎麼能說愛國的人 就在那邊當生 我現在是中華民國的國籍 有什麼需要再證實的嗎 對啊 而且我參加 問問問問的時候 我的國籍也是 確認是台灣沒有錯啊 強調自己沒有轉集投考對岸 謝淑薇反台後的第一個公開行程 來到從小贊助她打球的 四維公司 五歲開始打球的謝淑薇 小學三年級參加四維學童盃網球賽 創下至今無人能打破的七連霸紀錄 也讓當時四維公司的總裁楊斌彥 注意到這位明日之心 謝淑薇五年級時 參加十四歲級東亞巡迴賽 就在單打和雙打獲得雙調冠軍 2001年轉職業 四維公司這一年開始贊助 隔年謝淑薇在民谷青少年網球賽決賽 擊敗俄羅斯美少女莎拉波娃 奪下冠軍 但即便天賦一秉 職業球員四處征戰 沒有萬貫家財 單靠有限的企業贊助 光是出國的機票和住宿費用 就是難以負荷的沉重 一年幾乎都花才花一百多萬 青少年 然後我不幸運碰到一個旅行社 他都讓我們欠帳 然後等到市政府的那個獎勵金下來的時候 我們再去還 但是這個有一個缺點 就是他讓我奢獎了以後 可能他排的行程 有點瑕疵我們不敢生氣 然後呢他的票價會比較貴 我們也不敢講 沒錢有沒錢的方法 早期謝子龍帶著女兒出國比賽 是客難中的客難 他就做了三天三夜的飛火巴士 有的時候是換車 有的時候是換司機 有的時候是很熱的沙漠地帶 有的時候很冷的天氣 就是這樣子做到 邁阿密的橘子杯去比賽 然後小孩子跟那個都睡在洗衣間 那個人家洗衣間的衣服間裡面去睡 打到這個比賽打完 隨著年齡增長 技巧成熟 選手出國比賽的規格也不一樣 最起碼的是要帶著一個教練 和一個防護員 一年下來光機票前四五百萬元跑不掉 四位公司每年固定的一百萬元贊助 加上中油的五十萬元 剩下不夠的還得靠教練老爸四處找錢 一些球友他知道我們要出國 他就會 我贊助五千 我給你幾千 其實這個小額贊助一年 隆隆同隆下來也超過五六十萬 那些大老闆他打球的時候認識我們 他給我們比如說十萬塊 我們要去美國公開賽 但是呢他要求我們不能打電話回家 跟他要齁 怕老婆知道 他都是在球場給我們錢 他可是很不幸的就是我們要出國了 天氣一直下雨 碰不到這個老闆 等到禮拜天我們要出國的時候碰到他 他給了我一張支票 我還要把這支票拿去跟人家周展現金 除了小額捐款 職業比賽有獎金 經濟狀況不好的選手 想要繼續打下去 就得靠實力 你每一站要死也要死在四強 為什麼要死在四強 因為不管你單打雙打死到四強 你輸了 你到下一站的那個大會的贊助 才會接得上 否則你要很早輸的話 可能到下一站你可能機票要 那個吃的要自己付 住的飯店要自己付 讓我們打結果沒想到就 這麼意外就打到冠軍 結果兩千塊美金帶去 回來帶了四千多塊美金 非常高 他算比較爭氣 就不必沒有花到錢 還荷包裡面多了錢回來 謝家的選手 還不只謝淑薇一個 弟弟謝正鵬和妹妹謝淑映 也都走上了網球路 謝淑薇在國際職業賽中 逐漸打出成績 有時候獎金和比賽開支 想抵銷之後 多餘的就拿來補貼給弟妹們 因為我們是單親家庭 然後都是由爸爸一手帶大 所以我在家裡比較像是一個 做母親的這個角色 所以對他們平常就是 吃飯也要管啊 然後說晚上這麼晚不睡覺也要管 打球這個動作你為什麼要這樣耍 然後就是會一直管燈管席這樣 弟弟那時候打青少年 我都是在吃大公開才看到他 所以我就 就近會稍微照顧他 就說我可能買那個便當啊 去中國城買便當給他吃啊這樣子 然後給他一些 就是擔心錢不夠花 因為那時候我們青少年的時候 過得很苦嘛 然後我就會想說啊 小朋友出來 不要讓他跟別人出去逛街 口袋裡面沒有錢 可能會自備什麼的 就會留很多錢給他這樣子 不經一番寒撤骨 焉得梅花鋪皮香 謝淑薇2008年打進澳王女單16強 2012年的溫王女單第三輪 都是台灣女子選手 在這兩項大滿貫賽事中的最佳成績 2012年總獎金 22萬美金的吉隆坡網球賽 謝淑薇從女單會外賽開始打 一路過關斬將 最終一舉奪冠 這也是他生涯首作WTA等級的冠軍 成為台灣自1996年王思廷之後的第一人 讓他的世界排名上升到生涯新高的23名 更是台灣網球史上最高 而雙打方面 謝淑薇和彭帥的海峽女雙組合 2013年在宏圖的羅馬網球賽奪冠 也預告了一個多月後的 溫布敦草地球場上 兩個人的非凡表現 只是當奪冠的喜悅漸漸冷卻 中國銀彈搶人話題發酵 國內關於政府補助不夠 獎勵企業贊助運動員辦法 起不了效用 留不住人的聲音也跟著出現 現在已經有兩億元的這個 具體數字 立法院長王津平登高一呼 國內近40位企業大佬 立刻掏出鈔票 一個晚上 共同支持體育發展的民間資金 兩億入貸 企業界他們的論件裡面 應該有這個能力 來處理好這件事情 那該怎麼處理 現在我們不便多說 我想我們體育署也會積極的 跟這個謝爸爸互動 進一步的務必 就如同剛剛院長講的 讓謝淑薇留在代表台灣 代表中華民國 我想這是非常關鍵的 積極的作為 無疑為了留住台灣人才 但在謝淑薇眼中 驚人的九位數字 無法解決台灣體育發展的根本問題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治標不治本的事情 因為你這個兩億拿出來 花完了然後呢 是不是下一批選手 又要去說 我很窮沒有錢 還是說要去說 我們要轉機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說 政府可不可以推出一些方案 然後說企業減稅 當然他們現在已經有推出 這樣的優惠方案 但是聽說是要透過協會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子也是 不是覺得有點不太合理 對啊 因為其實協會有一點 有時候會有一些 他可能比較喜歡這個選手 然後可能比較喜歡那個選手 可能分配上面會有一些問題 就比較不是那麼公平公正 溫王女霜的冠軍獎金是30萬英鎊 對分之夠 藝人可以拿到合台幣約690萬元 我需要一個base 我需要一個訓練的基地 並不是說轉機還是錢什麼的 我跟我的教練討論說 我們是要去香港呢 還是去中國 還是去澳洲 東京 我們都有考慮說 這些地方都有一些訓練 訓練中心可以讓我們 就是盡情的使用這樣子 今年27歲的謝淑薇 不算是年輕選手了 除了現階段對自己的投資之外 謝家仁還有個成立網球學校的夢想 家長帶小孩 成功的機會比較大 你看目前台灣 幾個優秀的選手 除了盧彥軒以外 其他的全部都是爸爸帶的 爸爸帶小孩 所以我們如果網球學校 我只能夠提供給他們 很好的技術 很正確的路 減少他們 迂回的成功達到比較慢 所以我們只是說 這個學校是讓他們圓夢 但是還需要他們自己去努力 然後我會把他們 當成自己孩子一樣 這樣子的訓練他們 他們成功的機會會更大一點 已經打出成績的謝淑薇 最希望看到的 是國家和單向協會 將來能為台灣選手提供更完善的 訓練空間和比賽條件 從高球女將曾雅妮 到已經轉級中國的撞球神童吳嘉慶 每一次由土生土長的台灣運動員 在國際賽場上 攪出亮麗成績單時 轟擊政府政策和企業贊助 無法留住選手的聲音 總會像重播一般放送 這回謝淑薇寫下台灣網球室的新頁之後 回國面對鏡頭說出了真心話 也許能為台灣更多奮鬥中的選手發聲 成為執政掌權者 未來規劃政策式的參考一句